近期浙江省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给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记者从省内的几家医院了解到 高温期间各医院接诊的重暑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目前已有重度重暑导致死亡的病例 最近温度比较高 就是说那我们这个急诊呢 最近的病人也比较多 那其中跟这个季节相关的高温相关的呢 就重暑病人就明显增多了 那么近期我们接诊呢 应该有数多个的重暑病人 其中有三个呢是属于重度的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创伤中心主任杨晓峰介绍 在目前的医疗体系中 重暑被分为先兆轻症和重症三个阶段 而重症又被分为三个类型 死亡率高的热射病即是重症的类型之一 热射病呢是重暑的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神经系统症状像昏迷这种情况 那么核心体温呢是大于40度的 体内的高温对各个脏器造成的一个直接的损伤 热射病死亡率可以高达60%以上 杭州树兰医院就在前不久收治了一位因高温重暑导致急性肾衰竭的患者 前段时间那么有个文大哥那么也是因为在长期在户外工作 他是在马来上只会交通 那么就是长时间在户外之后呢就当天就突然昏迷了 那长期大量的脱水之后会造成一个急性的顺衰竭 那么后面说到我们病房那病房我们经大量补业啊 保护肾脏之后呢以昨天刚刚出院 面对高温天气和危险的中暑并发症应当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杨晓峰表示要有较高的预防意识和迅速就医的判断能力 比治疗更重要的一定是预防 一定要记得开空调 这已经发生了为了省几块钱 家庭温度比较高 结果发生了这个热射病的 第一个是预防 第二个是快速的判断 可能到哪个程度 然后呢快速的脱离 降温补水 没有明显好转的快速送益 得到专业的救治